欢迎 经历过你和我留下什么 抱歉忙碌倒忘了生活 爱你脸上失落的笑容 你固执勇敢的告诉我 什么都可以没有 但是走了之后就别再回头 天空灰了 你跟谁了 一起唱着歌 欢乐地方 既然一样 还是忘不掉你呀 我听过风在唱歌 看过老旧的乡村 这旅途路上走过多少熟悉和陌生 多少青春 多少青涩 我还留着气氛 却还看不起你埋葬的泪痕 我开过无人公路寂寞的那么深刻 霓虹灯叫着星空夜色 你却不在这 多少青春 多少人生 始终还是过客 换了眼前的景色 我还是会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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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我知道 我好想猜完 虽然那些痕迹还留在我的镜子上 枕头上还留下只属于你的味道 离别后才珍惜曾经拥有的好 天空灰了 你跟谁了 一起唱着歌 换了地方 既然一样 还是忘不掉你呀 我听过风在唱歌 看过老旧的小村 这旅途路上走过多少熟悉和陌生 多少人们 多少景色 都还留着气氛 却还看不起 你埋葬的泪痕 我开过无人公路寂寞的那么深刻 霓虹灯照着星空夜色 你却不在这 多少青春 多少人生 始终还是过客 换了夜圈的景色 我还是会到这 聽不見距離的 預告片好不好 好的 我聽不見的 是你的聲音 還是我自己的 你好 我叫小向 我們交往吧 你覺得十年後 你會在哪裡 你真的覺得自己可以改變世界嗎 我爸都不理解我了 你怎麼也不聽一次我說的呢 我會在這裡 你們都會在這裡 我聽不見 我聽不見 看到預告片就覺得好想看 我剛剛看到他們結婚的時候想 哇 我沒有看到 我笑得很開心耶 開心是嗎 好 那我們先看著那個娛樂關鍵字來 好好在深入的了解他們好不好 這一個龍珠的浪漫 聽說就是葉正龍的導演 原本在這個的 想要拍這個劇的時候 他的雛形是 拍雞排英雄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們有一場戲是 那個整幕的最後一場是 藍正龍帶著夜市的所有的人 對 然後到議會去抗議 然後朱大哥因為是議員嘛 所以他就是 他很狠心的 要把這個夜市產平了 然後所以夜市的人 去跟他抗議這樣 那我在當下 我坐在螢幕那裡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景象是 這個中間是鎮暴警察 然後一邊是藍正龍 一邊是朱大哥 然後兩個人對看 因為就要進去議場 對看 然後朱大哥走進去 那我那時候坐在那裡 我就想說 嘿 在這個抗議的場合 如果全世界都不知道 只有他們兩個知道 他們是一對戀人的話 會是什麼感覺 這樣子 所以就 當時就有這個東西 種在心裡 就想說啊 要是以後 有什麼樣的場次 或者有什麼樣的戲 可以這樣子來寫 那這次就把這個劇本寫出來 就大概是有 我們聽不見的距離裡面的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場合 應該會變喜劇片吧 就是如果是朱大哥來演的話 對 就是看是誰來演 我愛你你知道嗎 這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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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喜劇片或是很尷尬這樣子 對 哈哈 嘿 這樣啦 我們有點不好意思講的 謝謝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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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個換角換的還蠻特別的 是是是 就是換的還蠻不錯的吧 對不對 對啊 然後就一黑一白 然後兩個人身材又很好 然後就是 我就在想像說 在那個情況之下 在那麼緊張激烈的氣氛裡面 如果這兩個人是戀人 但是又 譬如說 抗議的群眾也不知道 他原來喜歡警察 警察的朋友也不 警察的同事也不知道 他原來喜歡這個抗議群眾 那不是很有趣嗎 這樣子 所以用這樣子來想的這個故事 那為什麼是男生跟男生 因為我既然要他們很衝突了 就是像羅米歐朱利耶那樣子嘛 就是兩個是世仇的家族還要相愛 那他們兩個是不被祝福的彼此還要相愛 那如果兩個又都是男生 那就更可能有一些阻力在 對 所以就是很衝突的兩個角色